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终于有时间跟大家点点今天事了 不过已经到了凌晨的时节 没有办法 媒体人 今天的媒体人 缺的是钱 但是不缺的是新闻 过去十几个小时有多少新闻 对我们这么一家关注全球事态变化的媒体来讲 真是忙不过来 从中国发出的一些消息 显示出来为了满足川普的要求 中国政府可能要放弃原来的 2025计划里面的很多的 过于把中国的 占的股份 或者是中国控制的企业的比重 大大降低 到下午 到下午 英国的手下 就脱扰问题 引起来的信任危机 他是不是能够度过这个危机 结果他很幸运 逃过那被赶下台的危机 当然对于美国来讲 今天阵地的消息就是 川普的私人律师柯恩被判刑三年 他本来已经跟司法当局进行了很密切的合作 揭露了很多他所掌握的一些问题 但是由于他涉及的问题相当严重 还是判刑三年 他说 他跟川普服务啊 就跟在结局一样的 这一番话 意味深长 这一番话 也预示到川普总统 未来面临的法律的麻烦 可能比大家原来预过的要严重 当然还有很多消息 我等一下再点点今天事里面 跟大家一起点 不过处理这些消息 都是我的年轻的同事们 他们非常忙碌非常紧张 我呢 也做了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下午一口气 做了一个长篇的专访 三个半小时 从前后 待着摄影棚大概四个小时 将会剪成 五到六次的节目 在未来几个星期 每个星期播出一集 这个故事 由于我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看一些 有一些革命的文学作品 进步的 但是不是那么的 组成和革命的一些作品 那个时候 胡也平 叶子 柔石 尤其是玉大夫的作品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疯狂地看他们的书 那些祖春的文学作品 当时 他 对于一个文化大革命 接受不久的 当时的约州市场来讲 都很有新鲜感 后来 由于玉大夫的 对他的兴趣 知道了一个德国人的名字 到了若干以后 又1990年 我认识了这个德国人 又过去了 快三十年了 今天 我做的一个节目 应该是昨天了 就是这个德国人遗伤的 引出来的一系列的故事 到了节目最后面 这位嘉宾 受访者 所展示出来的六张照片 他展示出来的 跟他今天有关的六张照片 然后我回答给他 每一张照片 都可以讲出 跟我人生的关联 世界是如此的奇妙 但是 总是 有令你悲伤的事情 过去十几个小时 每个一下 我的脑子里面 就会闪失 一个人的身影 他的面影 就会使我心里面 难受几分 就是大家在网上已经看到的 世人梦弄先生的去世 梦弄认识很多年了 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城市 深知 到美国偶尔有机会见面 也有过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谈 但是我对他的人生 对他很多的事情 并不太了解 不过 他帮助过明镜电视早期的发展 今天我跟荣荣尔先生进行交谈 他马上就找出来了 在明镜电视 梦弄做了四五个节目 本来我想今天做一个节目 纪念他 但是荣尔先生说来不及了 也许未来几天 会完成一个对梦弄先生的纪念节目 不过我还是要回到今天 一个新闻在大家点 应该是昨天了 讲错了 老实讲错 就是在前天 在昨天 我就已经点过了 其实前天晚上点过了 就是川普总统 表示 接受路透社的时候 表示 他呀 要 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 中美贸易比如说需要 贸易谈判需要 或者是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 只要对祖国 对国家有好处的事情 他就准备去干预孟晚舟女士的案件 昨天的点点今天事 我最后面点了这个事 但是事实上 我在五六天以前 应该六七天以前了吧 就是第一次 谈孟晚舟女士的案件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几点 为了第一 其中一点 就是我说 这将是一场法律诉讼大战 精彩可及 大家过去几天 看到了 确实很精彩 再一个就是我强调 加拿大 是被中国欺负得很厉害 中国将会利用手里的筹码 去欺负加拿大 第三点 我就讲了 这个案件和中心公司不同 中心公司是属于商业部处理的案件 属于民事案件 川普在民事案件里面 他是有干预的能力 除非这个案子进入了法律系统 但是呢 华为这个案件 孟晚舟女士这个案件 属于司法部所办理的案件 那么呢 川普是不能干预的 所以对川普干预的说法 我是表示非常的震惊 不可理解 我说是不是 或者是 骆驼社报道有误啊 对不对 或者是川普一时十年啊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怎么会想不到 川普可以讲句 如此 没有法律常识的话 因为大家在美国生活 或者是在西方其他民主国家生活都很清楚 虽然总统可以任命一个司法部长 但是 司法部长在执行工作的时候 除非政治性的案件 没有进入司法体系的案件 这个总统是没有权力干预的 就像一个人违反了交通规则 被警察抓起来了 或者是被警察拦起来了 发现他喝酒了 这个时候总统是不能打电话 跟交通警察说把他放了 这样一种 假如他做了干预这个事情 一定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新闻之一 因为任命一个司法官员 并不等于你可以干预司法 这是一种常识 但是这种常识 为什么川普可以违反他 这就是川普无数届在谈论国际事务 和谈论美国事务里面的令人不解的 其中一个不解之名 这个不解之名 我不知道 是需要什么样的职业的人才能解开 不过我曾经讲过 川普是想改变世界 川普是想改变很多规则 而川普的团队里面呢 有优秀人在 但是有也有呢 草台班子 有一些人 他在这个领域里面 他并不熟悉 但是呢 好像乱讲 是川普内队团队里面 一个共同的特征 像今天罗斯 好像是财政部长吧 他讲了 川普没有想好 要不要干预孟晚舟这个案件 你说这个话 你说川普是这样吧 罗斯也是这样 当然 有川普有罗斯也不奇怪 但是这些东西 很清楚嘛 是不符合 现代法律常识 也不符合引渡条例嘛 你看加拿大的外交部还是法理人 还是外交部长自己本人 在今天 我们也报道了 明镜电视也报道了 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干预这个案件 进入到你的司法的干预 或者说你要把它变成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 或者是一个交易的工具 那你就违背了引渡里面的基本条原理啊 我这一点在昨天的点点今天事已经讲得很清楚 今天加拿大外交部长他的这个讲话进一步 使我感觉到我昨天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赋予了他一种政治性的内涵 那么 你可能引渡就不符合引渡原则 那么 孟晚舟的这个历史如果很专业很厉害的话 就是可以以川普总统的讲话 来作为反对美国引渡 从加拿大引渡这个孟晚舟的这个权力 就反对美国 你没有这个权力引渡他 因为引渡我前面讲了 它必须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两个国家对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定罪方面 对法律是相同的 而加拿大是一个反对政治干预司法的一个国家 那你美国要改了 你要进行政治干预了 那么你就不能被引渡 这个是一个强谈 除非孟晚舟的律师不想引这个条款 否则的话这就是会成为一个理由 等于我来再讲引渡最终会出现哪一些问题 我在之前的点点今天事 也讲过了这个里面孟晚舟的案件有很多的意外 这些意外有时候是一些头发的事件 意外的事情有一些是 一些法律的存储性的东西 我们未必完全熟悉和掌握 现在各方面都未必完全掌握 还有一些呢 是这个 没有 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事实 在不断的庭审过程中间被发掘出来 所以我说意外很多 那么我要讲的一点呢 就是说 从技术性来讲 我看华盛顿看天下 我们刘平先生 我从标题里面还没来得去看内容 他就讲到了 加拿大的律师 加拿大的法官 说了这个案件拖到数月 或者数年之长 就是类比了当年的那场心案 因为那场心案拖了很多年 甚至有人当时还去讽刺那场心 说那在加拿大不走 对吧 那么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不正确的 因为呢 那场心呢 到中国去 严格意义上不是引渡案 不是引渡案 因为中国和加拿大是没有引渡条例 合约 那么它们之间呢 不是引渡关系 那么呢 当时要指使呢 加拿大不接手那场心的 政治庇护的身份 加拿大要把它驱途驱进 那么驱途驱进呢 原来它是应该驱途到香港 因为它有香港永久居民 但是中共呢 居然劝通香港 把那条心的香港的居民身份给取消了 所以它取得的香港居民身份是非法的 所以这个 不给它这个 遣返到香港去的机会 它就只能把它遣返回中国 同时呢 也还要那条心有自愿的原则 因为那条心当时的钱也没有了 耗了这么多年 并不能想象到那样在加拿大很顺利 所以后来就认罪了 赶紧就回去了 不过呢 它的好处是呢 捡了一条命 但是浪浪欣本身的案件 不是引渡案件 因为双方的法律体系完全不同 不具有引渡的 这个条约里面的基本原则 因为加拿大是独立的司法 中国不是 但是这个引渡案件 它确实需要完成一些案件的过程中间必要的程序 所以它有刷花几个月的时间 是很正常的 也要现在闹了这么久 加拿大已经逮捕了孟晚舟 结果呢 美国的引渡令还没送过来 这个也是很令人蹊跷的一个事情 对吧 但是一送过来 你还要进行呢 除非 它就不请律师了 孟晚舟说 好 我到加拿大去接受审判 我也没办法了 那就算了 如果你请了律师 就可能纠葛半天 不是半天 几个月或者几年 都是有可能的 即使你们先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叫曾伟 一直在媒体上面出现 他是曾敬宏的孩子 曾伟 伟大的伟 曾敬宏的曾 实际上曾建宏的孩子叫曾伟 曾经的曾 为父的为 但是这个曾伟 他搞了一个房地产项目 跟刘昌乐 凤凰的 叫曾与钱 这个房地产项目 到处招资啊 到处去发展啊 怎么样 就是媒体里面 尤其是港澄的媒体 把他就当成了曾建宏的孩子 但是呢 很多东西呢 他可能也解释过 但是很多媒体呢 还是这样当 有的时候 他可能是不是也没有解释得清楚 也不想及时解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曾伟这个名字 曾建宏这个后面的这个孩子 帮助了他商业的发展 但是最终触犯了香港的法律 在香港的法律的时候 他是什么法律 弃保逃跑 就逃跑了 不要那个保释金了 对啊 就走了 但是 一段时间以后 他在美国的关岛 用假证件过海关的时候 被美国警方海关给抓了 因为呢 香港已经要求美国 委托美国抓捕这个曾伟 那是2014年1月份 才被关岛被抓了 经过了几个月时间 大概是3个月左右 曾伟就被引到回到了香港 2014年6月份 被判刑 27个月还是29个月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 因为毕竟过了很多年嘛 刑期不是很长 所以曾伟可能现在 早就应该回遥 又重新回到了正常社会 但是好像最近不太回遥了 不知道他在香港 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就这个案件显示出来 就是说 引渡是花了一些时间 正常就是说 那个案件还不是那么复杂 当然 曾伟到香港判的真的是 不重啊 二十几个月 如果在中国大陆就给你判上十年了 你七宝逃亡 对不对 这个故事里面我只是告诉大家 引渡有时候花几个月时间 是很正常的 西方的事情 尤其司法的事情是非常荒漫 按照这个 华为公司的声明来看 它是尊重而且相信 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 会公众审判 这个是一个公司的正常行为 也是一个社会上 对西方民族和法治的一个正常的行为 但是世界上有一个部门它不正常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 对吧 屈原去召见了大使 加拿大的大使 也召见了美国的大使 表示抗议 用词之痕 但是后来发现 外交部只不过是 行使一下白手套的角色 做这个决定 这个非常高层的人 因为否则呢 它没办法除了外交部 还动用了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 前天抓了 康明凯吧 一个本来被中共今天8月份 还被中联部的副部长接见 还被全国政协的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接见 是中国的一个座相兵 突然这个时候要欺负加拿大了 真那么狠 就把人家给抓了 然后呢 抓到还不够 又抓了一个加拿大人 前面那个说是恩教 说是非政府组织 后面今天最先抓的这个人 说还是金正恩的朋友 抓他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是他违反了北韩的 针对北韩的 针对朝鲜的禁运令 做了一些什么生意 在中国人私底下 的想法就是 一子之毛 跟彼此之正 就是说 一子之毛 跟彼此之正 就是说 我用你对付我的方式 我来对付你 就看你呢 就说 怎么办 你不是搞禁运吗 你不是说 华为违反了这个东西吗 那我就是用成样的招数 来说你这个加拿大人 违反了这个法律 这种小禁运 其实就是报复加拿大 而报复加拿大的 结果 就是把华为这个事情 闹得更加不可收拾啊 所以中国的这个部门 是为了显示国委 显示习近平的强人形象 还是要把华为 往火坑里推啊 现在 并不清楚 但是华为 在国际社会的是什么角色 华为在中国体系的什么角色 我真的是没有做过仔细研究 只是看到媒体报道很多 但是有一些熟悉华为的人说 实际上啊 最近几年啊 西方围堵华为 但是在中国内部呢 有一些势力 华为不断地想要 任正非呢 放弃这个控制权 就是这样一个 糊涂账 对吧 华为内温交困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在西方和海外看起来 华为这个机构 是一个跟中方 跟今天有关系的机构 这些事情 是中是假 还需要时间 尤其需要法庭的认证 但是 孟晚舟会不会最终被引渡 现在引渡中间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真是很难以预测 我们 对西方的民主 对西方的司法 当然是要比对专制社会的司法 要这个 想信任很多 但是不要认为 西方的司法就没有问题 更不要认为 西方的政治就没有问题 西方的政治人物 一样的 问题多了 去了 像今天我们报道出来的 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 大块文章 揭露一个人 在点点今天事实里面 也要点过了 叫叶锦明 今天点的这些故事 还不是讲他在中国 怎么跟官商勾结 而是讲他 怎么和美国的政客进行构权 一样的 人性在很多方面是共同的 不管你是白人 还是黄总人 还是黑人 还是什么什么人 都有可能 美国也是一样 揭露出来的人 你看有多少 柯林顿的加州基金 阿巴马的副总统 班农 还有很多一大票人 中国的骗子 已经走去了国门 不幸是在中国圈子里混了 而走去国门以后 更擅长于把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 所以很多的欧洲人 很多的美国人 他们由于贪婪 也由于无知 也由于傲慢 成为了叶锦明利盈的公主 也成为了一些骗子利盈的公主 请大家看一看纽约时报这篇报道 不过明镜电视的新闻时事报 做了一个简报 要讲的话很多 要点的事情很多 但是今天还是点到这里算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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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